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开场就先来散发一下老人味 有观众看过孔雀王或鬼神童子的动漫吗 这两部作品中都有提到佛教信仰中的重要神奇 孔雀明王 佛教原本发掘于印度 后来传入中国 在魏晋南北朝的江南地区很流行 好比说东晋时期建康 就有西域僧人翻译孔雀王咒经 梁武帝还找人翻译孔雀王陀罗尼经等等 到了大唐帝国崛起 中日文化交流密切 这些佛教经典随之传播到日本 但是啊 今天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佛教的演进 我相信很多听过孔雀明王的人 应该也听过在古印度时 曾经有过一个名为孔雀王朝的政权 究竟这个王朝与孔雀有什么关系 印度人为何那么爱孔雀 今天就让我们揭开古印度的神秘面纱 聊聊孔雀王朝的开国君主 詹陀罗吉多孔雀 以及他那鼎鼎有名的孙子 阿玉王阿淑加孔雀的故事吧 开头先打个预防针 关于古印度的历史文献说真的不算多 有时候得动用到邻近国家与他们交流的事迹 旁敲侧击 当然拜官也使传说故事 说书人自己的想象脑补也不少 以下故事呢 大家听个嘴巴啊 如果想深入专研 建议还是要参考学者专家的资料哦 现在我们提到印度的刻板印象 可能都会想到保莱坞那些唱歌跳舞的电影画面 或者各种五彩缤纷的香料 但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呢 印度百姓则有着不同的文化象征 具备华丽与善的孔雀呢 就是其中一个被崇拜的信仰符马 为何会崇拜孔雀 漂亮啊可能不是主因 相传呢印度境内毒蛇肆虐 被蛇咬中毒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嘿啊你啊都好 孔雀是蛇的天敌 能控制蛇群繁衍 因此呢在自然崇拜上 就被解毒成啊 拥有解蛇毒 保护人生安全的法令 我还特别Google一下哦 孔雀呢是杂食性没错啊 他不只会吃蛇 像是青蛙蜥蜴等小型爬虫类 也是捕食对象 在台湾金门呢就曾经有过 繁殖孔雀数量过多 危害到原生物种的教训 我们今天影片的主角之一 孔雀王朝开国君主 詹陀罗吉多孔雀 名字中会有孔雀二字呢 据说啊就是因为当年他们家族 是以饲养孔雀为生 做什么工作姓什么 好像啊很合乎逻辑 然而孔雀养着养着 为何摇身一变成为一方之霸 这就啊与当时入侵印度的外部势力刺激有关了 这边啊简单介绍一下地理环境 我们都知道印度次大陆呈现一个倒三角形的形状 南部是德干高原三面环海 环境相对封闭 但北部呢就不同了 北方是由印度河汉恒河所冲击出来的平原地形 虽然有喜马拉雅山脉隔绝亚洲 不过西北方却有个天然的缺口 让外族势力容易入侵 这也是造成印北比较常发生战乱与动荡的原因之一 古印度时期的他们呢 就是在外族侵扰于小国林立的状态下 发展了好几百年 像是创立齐纳教的发达摩纳 或是我们更熟悉的佛教创始人西达多 都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出生印度北方小国的王子 而让这些小国逐渐团结 统一起来的契机呢 当然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断提到的外部势力 约莫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大刘氏一世领兵从西北方的缺口 攻入了印度平原 将这里呢纳入波斯帝国的统治省份 根据西罗多德的资料来看呢 印度地区啊每年所贡献的税收 在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帝国领地中名列前茅 不过啊这个庞大的波斯帝国 先是两次征讨希腊城邦失败 之后呢又被一位正骨朔金的伟大君王给灭了 诶那人啊大家都很熟啊 就是我们拍过两支影片介绍的亚历山大 他一路从马其顿发兵南征北讨战无不胜 最终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本来呢亚历山大想说啊 我既然都取代波斯帝国了 那原本附属于波斯的印度各国 应该也要臣服于我吧 于是呢便派使者提醒印度各国前来朝贡 but别忘了印度北方属于小国林立的状态 大家上班都开过会嘛 与会成员数量千万要控制啊 人多啊嘴就砸 有的小国愿意臣服于亚历山大 有的呢当然就敌死不从 面对这种不甘不脆的状况 战神亚历山大会怎么处理呢 那还用想打就对了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挥兵讨伐印度 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主角詹陀罗吉多孔雀 也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开始他的演出 刚刚聊到啊詹陀罗吉多他们家是孔雀养殖户 有人认为呢这是属于比较低下的社会阶层 但也有另一种八卦是啊 吉多呢是某位王族与女仆所生的私生子 出生神秘的他 年纪轻轻就面临人生中巨大考验 他被印度当时啊最强盛的王国之一 摩羯陀王国给放逐出境 被驱逐的原因是众说纷纭 但不管如何 年轻的吉多内心已经燃起复仇的火焰 只不过他没钱也没经验 根本不知道怎么完成复仇大业 无巧不巧 他逃亡到印度河流域时呢 就碰上了率兵攻打印度的亚历山大 看似活在平行宇宙的两个人 竟然就这样相遇 而且有了合作机会 虽然史书没有名言詹陀罗吉多 在亚历山大军队中啊负责什么职务 但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应该跟乔治华盛顿早年的天赋术很像 担任类似向导的角色 毕竟啊希腊大军远征到一个陌生环境 多半还是需要在地人来带路 才能够拨开层层笼罩的战争迷雾 之后呢 亚历山大在印度地区经历了两场比较大型的会战 第一场战役 亚历山大甚至被标枪刺伤肩膀 又被箭矢射伤脚踝 不就好险他不是阿基里斯 否则当场就要GG领便当了 虽然最后有打赢对手 但慎怒之下的亚历山大 决定在战胜后展开屠城 紧接而来的第二场会战 又看得到喔 名为西达斯皮斯河战役 这是亚历山大首次面对成群的战相大军 虽然之前他在跟波斯对战时 就有过跟这种聚受交手的经验 不过当时波斯的战相 据说只有15头 而且也是从印度地区征召来的 但光是那15头战相 已经给了亚历山大很大的压力 甚至还在开战前向神明献祭祈福 而这次他们面对的是将近100只大象 战神终究是战神 有了上回的经验 亚历山大没有跟印度相兵硬干 而是利用地形与巧妙迂回战术 让战相陷入混乱 击败了南禅的动物兵团 连着两场胜利下来 让亚历山大信心大增 认为继续往恒河中下游推进 攻打摩羯托王国 应该也是有机会获胜的 开心的不只是亚历山大 随军向导极多 更是鼓动三寸不烂之蛇 不停的劝老板继续往东进攻 毕竟他一心想要复仇嘛 在这个moment这个时间 亚历山大的军队突然停止前进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目前比较官方的说法是 马其顿士兵出门打仗太久想家了 如果我们打开Google地图 看一下马其顿到印度的距离 大约是6000公里左右 在没有飞机汽车的年代 真的是非常非常遥远 不过呢 顾虑部署们私相信切 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我们在亚历山大第二集影片有聊过 远征过程中收编各地部队所累积下来的派系问题 可能也困扰着这位领导者 同时搭配今天的这两场会战思考 你会发现另一个艰困挑战 那就是马其顿军队在印度 很难像之前那样取得压倒性胜利了 过去他们交手的敌人大多是步兵或忌兵 凭借亚历山大的领导与威震天下的马其顿方阵 都可以获得巨大优势 但是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成群结队的战相 还有超级长的补给线 以上种种都会大幅增加获胜的代价 换句话说就是 战损比变高了 根据学者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中的记载 当亚历山大要渡过恒河的时候 听说对岸的国王率领八万名忌兵 二十万名步兵 八千辆战车和六千头战相 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你就算把这些数字打折再打折 打到骨折剩下四分之一 那也绝对不是好欺负的对手 总之 亚历山大最后同意士兵们的请求 宣布班师回仇 这是个合理的决定 然而站在一旁的詹陀罗吉多 可就要吐血了 林北辛辛苦苦把你们带到 摩羯托王国家门口 都叮咚叮咚按门铃了 你就抛下一句 我不玩了 转身走人 这真正是收缸回家 没火没肉赛 但听说白啊 就是这么无情 亚历山大带着无心恋战的军队回家 从此之后 吉多就只能靠自己了 不知道 该说是信或不信 战争毕竟是这世界上 让财富重新分配 最残忍又最直接的方式 詹陀罗吉多随军作战 存下了一点积蓄 加上他在马其顿军队中 积蓄 吉多开始想办法 壮大自己的势力 一个势力要崛起 光靠有钱不够 他还需要一个能替自己 出谋划策的军师 以及一个站稳脚跟的根据地 军师啊 说来就来 有一位名叫 考底利爷的浪人 为了方便 我简称阿考 这位阿考巧得嘞 人家说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和吉多一样 都是被摩羯陀国王给驱逐的人 也一直在寻找 可以推翻摩羯陀的同志 阿考在旅途中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前方有一批羊群过马路 移动井然有序 仿佛大军排练阵型 定睛一看 乖乖不得了 羊群之中有一名青年 手持牧羊杖指挥若定 身上更隐隐散发出一股 王者之气 好啦 这剧情如有雷同 纯属无栏 你各位没有猜错 那名牧羊青年就是 詹陀罗吉多 以前养过孔雀的他 转职养羊应该很有邏輯吧 然后赶羊吃草过程中 把学到的军事经验 套用到羊群上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这段传说 总让我联想起 台湾也有个类似人物 阿母王租一鬼 没听过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上角 资讯卡 延伸欣赏 话说 极多与阿考碰面后 理念相同一拍即合 指挥官跟军师都有了 接下来就缺一个让他们成长茁壮的领地 没想到天公辈马上好礼大放送 公元前323年年仅32岁的雅历山大 因为热病骤然离世 也有一些传闻说他是中毒而死 重点在于他死时儿子还年幼 根本无法继承王位 底下的将军们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 庞大帝国面临分崩离析 这对极多来说真的是天赐良机啊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抓紧兵荒马乱之际 发起驱逐马其顿人的造反行动 一举夺下了原本亚历山大 留在印度地区的势力 接着呢整顿军马 利用他一路以来累积的军事管理经验 搭配阿考的协助 仅仅花了两年时间 公元前321年 他就复仇成功 打败了摩街陀王国 占领首都华士城 并且自立为王 开启了孔雀王朝的统治 詹陀罗吉多靠着金石的军队 持续并吞各地势力 没多久就成为印度北方的霸主 但就在此时 原本乱成一锅粥的亚历山大帝国 也分裂成四个主要王国 分别是占领波斯 梅索不达米亚 与叙利亚的塞流谷 掌控小亚细亚与瑟雷斯的利希马克斯 留在马其顿的安提科 以及管辖埃及菲尼基与巴勒斯坦的托勒秘 这几个王国当然谁也不服谁 就说其中的赛流谷一世 在收复亚洲许多地区后 便把目光转向深厚的印度地区 他心想 这个地方当初在波斯统治的时候 税收就很高 而且还可以提供战项 如果把这里纳入统治 以后攻打其他三个国家 应该会轻松不少吧 赛流谷一世打着如意算盘 决定发兵出征印度 想要拿回属于马其顿人的荣耀 而刚建立起孔雀王朝的极多 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如果说是雅历山大卷土重来 他可能还有点紧张 但赛流谷当初也是在大帝手下打仗的军人 不怕不啊 有趣的是关于这场战争 双方记载有着明显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赛流谷一世的版本 根据希腊人说法 赛流谷一路打的孔雀王朝节节败退 一直退到首都华士城 无可奈何之下投降议和 至于印度人的记载呢 刚好颠倒过来 詹陀罗吉多不仅打败了赛流谷 还把领土扩张到阿富汗附近 迫使希腊人求和 过程很曲折啊 但结尾有一个共同点是 双方同意和谈 他们在公元前303年握握手好朋友 赛流谷一世承认詹陀罗吉多的统治地位 将其中一位女儿嫁给他 吉多也礼尚往来赠送500头战像 给他这一位新任的岳父 并获得了一部分亚洲的领土 观众朋友从这个结果看 你们觉得谁才是赢家呢 后来赛流谷开开心心带着女婿提供的战像 与另外两位亚历山大后继者 联手对付马其顿的安提科 大家打得好不热闹啊 也注定了亚历山大死后的帝国 距离统一遥遥无奇 而这样的情势呢 却让孔雀王朝少了外敌入侵的风险 得以继续安稳的统治印度 关于詹陀罗吉多如何统治印度的史料啊 并不多 好险呢他的Majima兼军师阿考哥 写过一本正式论 里头记载了一位合格的君王 要怎么统治国家 诶 诸葛亮好像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多亏这本著作啊 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孔雀王朝的制度 并且揣测吉多是个怎样的统治者 简单来说呢孔雀王朝啊 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 像是透过官僚体系来控制底下的百姓 王朝中央掌管了许多天然资源 如矿区、林地等等 也因为手中握有分配资源的权利 所以国家设立农场、船务、兵工厂等设施 可以雇用大量人民 提供他们各种职业与工作 正式论的内容 除了记载詹陀罗吉多如何统治以外 还教导统治者做到意志坚定 敢作敢当 同时要防止底下成名的阴谋诡计 这提供后来的继承者良好的帝王学教育 也替之后阿裕王的封工伟业奠定了基础 没错!今天的第二位主角 阿裕王要登场了 他原名阿淑加孔雀 也就是詹陀罗吉多的孙子 孔雀王朝的第三任君主 阿淑加出生于公元前268年 父亲是孔雀王朝的第二任国王 冰头梭罗 母亲则是达摩王后 相传在他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有预言说 他将会有一位伟大的儿子 不过国王却十分偏爱阿淑加的哥哥 也就是长子修斯摩 甚至在阿淑加18岁那一年 以地方发生叛乱为理由 要他带兵去镇压赶出了首都 为什么阿淑加得不到老爸的欢心 由此一说 因为他长得不太好看 人丑没人权是不是 大家先冷静 你换个角度想 满不宜他国王老爸是个帅哥 儿子却长得奇貌不扬 这就好像有点意思 好啦 八卦的部分留给观众朋友去慢慢挖掘 其实对阿淑加来说 领兵去外地或许不是坏事 因为他在地方担任总督的时候 培养了自己的班底 还因为管理城市友方 获得不少大臣的赞赏 不过也由于这样的成长经历 导致他的个性十分冷酷 凡事以确保自身安全为优先 相传国王在病危之际 想把长子修斯摩召回 让他继承王位 不过哥哥没来得及回到首都 老爸就一命呜呼了 而得到消息的阿淑加 直接来个印度大返回 抢先一步带兵进驻皇宫 并在大臣拥戴之下 火速继承王位 等到修斯摩领兵来到城外 发现王国一夕之间风云变色 老爸不是说要传位给我吗 怎么国王变成这个丑八怪弟弟呢 于是他决定挥兵攻打华士城 殊不知啊 见过大风大浪的阿淑加 早就在门外设下火坑陷阱 大哥率军攻打城门时 直接翻开覆盖的陷阱卡 让修斯摩在烈焰中被活活烧死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残忍的手段 让阿淑加刚当上国王时 被称为暴恶阿淑王 或者黑阿淑王 其实阿淑加跟阿淑是同样的意思 只是阿淑加是音译 而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呢 则是无忧无虑 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无忧王 哎呀 无忧王的心中啊 有满满的忧虑啊 他上任不久后呢 就担心自己用武力取得的政权 会受到威胁 所幸呢透过血腥手段铲除一己 除了烧死他哥哥以外 其他可能威胁到王位的兄弟们 也全部被杀光光 据说他还打造一间专门用来对罪犯 或敌人施展酷刑的人间地狱 这还没完哦 肃清内部后 他又开始东征西讨 透过武力不断扩大版图 在阿淑王即位后的第八年 他发动一场人生中最重要 也规模最大的战役 出兵攻打德干高原上的捷林且国 这场战争呢死伤高达数十万人 据说国王在目睹惨烈的战场后 决定痛改前非 不再透过暴力进行统治 改以宽容和仁爱的方式对待人民 甚至啊 皈依佛教 因为这样的转变呢 由黑翻白 之后人们便改称他为白阿玉王 嗯 我认为啊 这样的说法呢 是稍微有点牵强啦 一位从小生长在被父兄排挤的环境 长大后又参与无数征战的残暴君王 会因为看到血流成河的战争后 突然有了测影之心 大彻大悟吗 我不是说阿玉王没有痛改前非哦 而是他的转折点可能另有殷勤 比较合理的推论可能是 阿书家因为不是被当作继承人 所以老爸也没有教导他 关于帝王的统御之术 而真正有传授帝王学的修斯摩 则被弟弟放火烧死了 所以刚继位的阿书家 只能够透过简单暴力的手段 来进行高压统治 而在内部找不到政敌后 就转移矛盾对外发动战争 但随着他在位时间拉长 可能他自己领悟到 国王不是这样当的 要戏剧化一点也不妨想像 他找到当年阿公的好朋友 阿寇贝写的那一本《政事论》 让他渐渐明白治国的心法 再加上消灭杰林邪国后 《孔雀王朝》可以说是统治了 大部分的印度次大陆地区 政权已经没有威胁 阿书家才有机会 转变成秦政爱民的白阿玉王 性格大变的阿玉王 开始推行善举 他在各地树立劝人改过向善的石柱 柱子上刻写着一些御令 好比人民应该孝敬父母 做人要诚实善良等等 而他也对佛教的推广 做出巨大贡献 在公元前249年 邀请全国的僧侣众 来到华世城举行集会 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解释佛法 我称之为《华世论经》 他们将佛教的教义分成 金律论三种体材书写 也就是所谓的三藏 让佛教从此有了经典 除此之外 他还广派僧侣到国内外传教 佛教今日能够成为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阿玉王的推广 确实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终于又来到结论时间 回顾开国之君 詹陀罗吉多一心复仇 建立了孔雀王朝 他晚年是皈依奇纳教 到森林中苦行 寻求灵魂的圆满 而他的孙子阿苏加孔雀 从小不被父亲喜爱 早年暴虐无道 后来却放下屠刀 推行仁政 带领孔雀王朝走向巅峰 从这个家族的人生轨迹中 似乎也暗示着宗教上的轮回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阿玉王晚年废除军备 不再动用武力 这也使得他病逝后 王朝又再度陷入动荡不安 听完两位古印度君王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对他们的哪件事迹印象最深呢 欢迎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最后要特别帮我的好哥们工商服务一下 本集影片脚本是由和我认识多年的文友 克里夫共同创作 他也有在YouTube经营一个频道 克里夫聊历史 内容超级专业 跟我这种普隆共是不同风格 我很希望台湾能有更多专业的历史爱好者 因为YouTube而聚集在一起 诚挚推荐大家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 你喜欢听一些古早期待的传说故事吗 我们西方有做过亚瑟王与他的十中间传奇 东方则有血汗劳工印隆的故事 只要点击旁边的方框就能欣赏 最后邀请大家不另订阅英雄说书 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说书日常 在能力所及范围也可以使用加入会员 或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更多支持 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